一个没有人谈的大事,现在市场的主旋律就是中国加杠杆,美国加息缩表,但是这里面的门道或许并不像是表面看上去这么简单,中国加杠杆至今还是温和为主,大概率今年后半程要收一收,毕竟过热就是给美国占便宜的机会了。 美国人加息缩表,据说是为了对抗通胀,然而其实背后的逻辑极为复杂,长期观察市场的人会觉得市场也是个海王,今天炒作衰退,明天炒作就业形势好,后天炒作中美博弈,反正过一段时间说一个故事,然后拼命炒作这个故事搞得仿佛是真的一般。 但是,这里面最大的故事,就是美联储一直在说的故事,加息可以对抗通胀,在这个故事被默认的背景下,大家开始激烈地讨论,会不会对经济有影响? 如果有影响,那到底是硬着路还是软着路? 过去一年,其实就是这么来回炒作,毫无新意。 可是,今天我要提出一个颠覆性的问题,如果加息不能抗通胀,怎么办? 按照国会给美联储的目标,通胀只能最多控制在2%以内,不能超。 那如果反复加息,就算市场和经济都崩了,还是不能成功把通胀拉低到2%附近,怎么办? 有没有这种可能? 为何市场没有几个人讨论,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,市场将会如何计价? 这又对我们中国意味着什么? 诚如我们过去的文章分析的那样,本轮通胀是供给型通胀,并不是美联储随意可以管控的。 拜登,美国军方,美国国会等等都在不断刺激通胀走强。 作为对首盘的美联储,明显力量不如这些强大的美国有形之首。 那么,一旦加息都不能成功抗击通胀,且目前来看出现这个情况的概率很高,那岂不是重大黑天鹅事件? 近期披露的美联储一席会议既要显示,美联储的官员首次承认,美国经济年内有衰退风险。 一边是通胀还在5%以上,一边是经济马上就要衰退了。 因此,我研判以下重大拐点,5月份美联储再加息一次,上半年美联储或将终结本轮加息周期。 当然,美联储和拜登可以直接不提2%的通胀目标,直接宣布我们胜利了,美国抗击通胀成功了。 人质见而无敌,从古至今无一例外。 很明显,美联储是在抗击通胀明确失败的情况下。 畏惧银行危机所折射的整个金融系统潜在风险,所以提前撤出加息周期。 这一点跟我们去年的研判非常接近,且我们去年的年终秀内容也已经提示了这点。 不要光看一时一刻牛逼哄哄,就像去年美西方国家拉爆行情,好像一团结就可以把普京摁倒在抽水马桶暴打。 还是要看基本面,要看趋势,这样才会不至于误判现在的美联储已没有抗击通胀的能力。 一旦今年年内美国经济出现衰退,GDP乏力,通胀也不可能在年内回归2%的政策目标,那么用衰退来对抗通胀的逻辑也直接破产了。 接下去的问题是,这意味着什么? 事实上,美国实际工资,明义工资,减去通胀率,在今年3月份的数据披露后,显示已经连续下滑了24个月。 看上去2021年的美国还是很有购买力的,然而,那都是靠当时拜登的福利大礼包,以及美联储放水尾部阶段的红利。 经过2022年的急剧收缩,就算拼命加薪了,美国人还是实际工资大幅下滑。 这也意味着一个极为残酷的现实,2022年,努力对抗通胀的美国,实际收入是下滑的,努力戴口罩的我们,实际收入也是下滑的。 这也提示我们,全球经济下坡路初始阶段已经启动,大规模反贫运动近在咫尺。 美联储是在进行一场世纪豪赌,却也是注定惨败的豪赌。 而这个赌局,明显是各国用自家的人头放在桌面上玩俄罗斯轮盘。 衰退未能成功打击全球通胀,但是衰退毕竟要来了。 如果放任衰退,那金融系统还是不安全的。 因为金融系统的稳定严重依赖收入,你都衰退了,还有个毛线的收入支撑。 可是,如果你胆敢先保收入,那就是要加杠杆咯,那通胀后面再次逆袭也不过是时间问题。 也就是说,美联储后续一旦停止加息,美股注定先来一波暴跌,因为大家慌得一笔。 因为,这个游戏玩到这个戏份,那就是实在太难了,左右都是被抽耳光。 美联储豪赌的背后,其实是各方政治力量和经济权贵的角力。 既然全球经济增速不行了,那么,精英权贵之间的博弈也是卷的。 当我们都在感叹中产之家很卷,鸡娃,买房,养老,医疗,就业,创业等,都是卷的要吐血了。 今天就告诉大家一个真相。 现阶段是中产之家卷为主,一旦进入权贵全面内卷,那中产避免反贫的努力会更难。 因为,你的老板都在挣扎了,你怎么办? 其实,这个问题目前在美西方国家已经非常明显了。 供货俄乌的背后是顶级精英卷的不行了,大家都知道后面要出事,但不知道这事能多大,多有杀伤力。 所以,以乌克兰为俄罗斯轮盘,美国携手俄罗斯反手收割欧洲。 现在,我们需要明白,一旦美联储加息停止,那就是全新的投资环境了。 更高的通胀趋势,更疯狂的地缘政治博弈,更低的收入增长,更难做的生意,更卷的人际竞争,都是肉眼可见。 为何从去年年底一直呼吁大家要尽快完成资产配置优化? 为什么今年初期就反复强调大家做好养现金流的工作? 尤其是债务优化。 为什么2023年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如此关键? 只有看懂宏观大逻辑即将发生重大变革,才能理解。 赚钱的思路又要变了,脚步再快一点,胆子再大一点,因为2023年你婚日子,后面有你好看。 连美联储都赌输了,我们怎么还能有侥幸心理? 这可是四十多年未见的重大事件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